帽子哥大战王铁锤 终局阶段 帽子哥走出一步鬼手 以为战忧了 没想到啊 王铁锤勇气空投 下得非常精彩 我们来看实战 铁锤呢当头炮 帽子哥把马跳 红旗上马 黑的出狙 红的出狙之后 克奇选择了一个强挺7组 红的汇聚过河 克奇平铺马 堂堂正正 红旗在这里没有选择 兵器禁异 他选择了一手 马拔禁弃 那黑旗呢 就挺起两头蛇 红旗呢 在高横距 这个中炮直横距 对平铺马两头蛇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阵势 而且呢 有很多和其谱 红旗呢 就是稳步推进 黑旗要是高炮 双方啊 很可能就要背和其谱了 那帽子哥呢 拿一个后手 他也不甘示弱 要跟黄铁锤啊 斗一斗 他选择了飞向 这种少见的变化 那红旗呢 就平鞠过来 就不给你高炮打鞠的机会了 那他再回一手试 回一手试呢 就给红旗设下陷阱 你要是平鞠来吃死马 他恰好有一个平鞠来给你对鞠 那红旗呢 肯定是不上当 并无尽一 准备啊 中路突破 那黑旗呢 也是针锋相对 进炮到你的兵线 瞄住你的中路 你敢上马 先打圈你 以后再上马踩你 那红旗呢 就先送个三兵 然后啊 再送掉重兵 连气双兵 再来一个中炮盘头马 你要是往下冲足 这个马呢 就不要了 他就跳到现间 以后铺马卧槽 那非常凶残毒烂 黑旗选择平足 准备啊 延缓一下红旗的攻势 以后再准备进个足 双足拉住手 那可不得了了 红旗势必要开炮 来上一来上一炮 把中足敲掉 黑旗下足 那红旗上马 你吃掉 咱就吃掉 这个 黑旗呢 选择了平炮队局 红旗呢 就平狙压马 黑旗走到这啊 他应该呀 走一手狙一平四 标注这个狙马比较好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一手退炮 他误以为啊 这是串了个糖葫芦 因为你这个马一走开 要打你空头啊 没想到啊 这个 铁锤呢 在这里走得非常凶残足了 那就选择了踩掉你的马 气空头 这招棋可以说是出乎了黑旗的意料 那马都气了 现在炮人家打着你呢 你不打人家那也不行了呀 他打掉 那红旗的后续手段就是下底炮 进居 这就是一个绝杀 那黑旗呢 平足 你要是补个试 他在平易江 把你的锯给你拦住 以后再上马打住你的马 把这个马给你一交换了 你这个炮都没根了 那红旗呢 走得很精妙 他来一手马会卧心 你要是平易江呢 我就踩上去 以后踩住你的中炮 黑旗呢 在这里被逼无奈 选择了一手 气局砍掉 那红旗给他吃掉 黑旗呢 足无尽 你要是飞掉 他就鞭炮发射 下一招陈底炮 是一个闷杀 就没法解救了 炮正无子 那红旗呢 对此啊 看得很清楚 不吃你的足 近居卡住向眼 准备啊 近居一将 一招之敌 你再不吃马 我用这个向来飞你 那黑旗呢 只能是先吃马一将 红旗上来 黑旗啊 又近居一将 红旗呢 他并不下来 他呀上到三楼去 他觉得三楼比较凉快 有惊无险 黑旗呢 打一将 打一将 想让红旗下来 红旗就不下去 就上三楼 黑旗在这里 搞了个九九八十一将 一看红旗 他就是不下去 不听话 只有向落势解杀 红旗回马 继续催杀 黑旗呢 又来将 红旗呢 就是不下 上 将 下 将 那就上三楼 说啥不归位 我们经常说 将不安慰是兵家大计 在这里呢 铁锤呢 也是意高 人胆大 就是不老将归位 你只要将军 我就上三楼 黑旗没招了 回首试 红旗呢 他并没有选择这个平居 双居来杀 双居来杀呢 人家出老将 反而呢 还速度慢了 他呀 直接就爆破了 踩你的忠实 起码踏实 你要是敢踩 他就进地区 或者说平居 在这里呢 那他不敢吃 他又选择来将 那他就下来 你将 上三楼 反正就不归位 黑旗呢 将将过完延 他选择泡打一将 那这个时候就看出来 这个帅在三楼 跟在底下的这个区别呢 你打我 你要是在下边呢 你得补一手试 在这里啊 人家直接出来了 出来之后啊 反而啊 是借降助攻 黑旗平炮 红旗啊 应该下底来 黑旗 红旗啊 应该先吃事一僵 吃事一僵啊 就速胜了 他没有 他选择了 石会的下法 先占掉这个炮 捞取石会 那黑旗呢 就回马 黑旗呢 也是下得很顽强 下一招啊 他准备马五进七 用这个马呢 养护这个底势 那红旗呢 平鞠 跑到这边来 再骚扰你 那一吃相要命啊 他只能退局守住 那红旗平鞠 继续叫杀 黑旗呢 只能一僵 先躲开 然后啊 再下个底炮 用炮来防守 那红旗呢 顺手牵扬 把边族一吃 又吃住你的包 这个更严谨的下法呀 他应该用前面这个鞠 平过来 吃这个炮 让他平开 红旗呢 再进鞠 形成霸王鞠 那这个形成霸王鞠 这个意图呢 显而易见 下一招啊 准备啊 给你把鞠对死 来上演一个 有鞠杀无鞠 面对着人家这个羊谋 你也没办法 只能是先把温馨马 跳出来 那红旗呢 就平鞠 你的鞠又不敢躲 躲的话炮丢了 只能吃掉 吃完之后还抓着你的包 他只能平个边包 现在呀 就形成了单鞠 对马炮 好像子力一样 但是呢 人家是有鞠杀无鞠 你还残一个事 最关键的 红旗也有后备力量啊 还有三个兵你没有解决呢 可以说是啊 这是一个盛世参局 红旗呢 平鞠再抓一下他的包 他躲开 然后啊 退居到足林县 下一招准备压你的马 你马再躲 被压住 在边族再给吃掉 那这个旗就没法下了 黑旗呢 只能枪行把马跃出来 红旗你要是吃马 想着马走开 再杀事 但是人家采冰啊 带姜 所以说呢 他也并没有搁内上来捉马 直接呀 就把这个边族给干了 那他也没有着急来吃这个冰 他选择了呀 先高炮 那红旗呢 就连象 黑旗呢 平边炮 以后啊 意图飞个象 把这个边兵打死一个 红旗呢 不给他机会 抓他一下 黑旗采一江 红旗 近帅 黑旗呢 在平中炮 那红旗呢 居然内 下一招一出帅 要捣死你 黑旗呢 赶快呀 再把炮抖开 那红旗呢 就进兵 黑旗呢 选择了一手回马 红旗就进局抓炮 抢个先手 黑旗高炮 红旗在退局抓马 让其定位 黑旗在进马 红旗呢 这时候啊 鞭兵挺进 这小兵过河赛大局 如虎添翼 黑旗歌中一江 红旗顺势出帅 下一招一江 要破你的势 那就老将跟上 就这个哲修部 就算靠他呢 那不能给 他吃一手势 那红旗呢 也开始求稳 给一手势 准备老将归位 黑旗平炮 准备打一江 然后踩中巷 那红旗呢 就下帅了 以后 回到大本营 安然无恙 再来进攻 他拘领着两个兵 黑旗肯定是没法抵挡 退炮 红旗呢 再过边兵 这个边在过去 那拘双兵 那就输了 所以那高炮 守住河口一线 现在呀 双方啊 争夺的焦点 就在这个边兵身上了 红旗如果说 顺利的把这个边兵 挺进去 拘双兵 那黑旗呢 难以抵挡 红旗拼兵 黑旗呢 平炮 他就不离开这个河口一线 红旗下兵 黑旗平炮 红旗拼兵 黑旗平炮 红旗一看 实际成熟了 平局过来 那黑旗呢 也只能平炮 红旗打一江 黑旗呢 你要是垫个炮 他回来一抓马 这个兵就拱过去了 他选择了一手落势 那红旗呢 有着退居抓马 黑旗呢 马呢 你看看进不来 你进这抓双 退这兵过去了 就往中间 那红旗呢 紧追不舍 再抓 这来不了 这来不了 你要来这 那又一瓶 抓住双 他只能啊 回到巷尖上 那红旗进居 逼抓炮 这样呢 你炮只有 离开河口 那这个边兵停尽 这个巨双兵 通过去 那这个黑旗呢 也就不行了 帽子哥 也是个爽快人 一看大势一去 很爽快的 头子任父